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一方面看到恒大是被本港法院颁令清盘 那么对于市场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今年中港股市的最低位是否已经出现了呢 就相关问题我们立即来连线 西班牙对外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先生 夏乐二早上好 主持人好 我们看到恒大经过了超过两年的债务违约和重组建议之后 终于是被颁令清盘了 而恒大的清盘令目前来看只适用于境外资产 也就是说恒大汽车还有恒大物业 这一些呢大部分的恒大资产位处内地 但是我们又看到日前啊 这个内地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法院 已经就破产及重组 这个达成了互认的这样的一个协定 指定上海市深圳市和厦门市法院呢 作为认可香港破产程序的试点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香港法院向恒大发出的清盘令 可能也会适用于恒大在上海深圳和厦门的资产呢 所以对于这次的恒大清盘令 您认为影响到底有多大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次的清盘令呢 首先应该说该来的始终要来的 那个恒大应该经过了这么两年多的不断的拖延 那么最后呢现在看到了说被香港法院 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清盘令 那么这个肯定我觉得是会对所有的恒大的这些投资者 无论是股权呢债权呢 还有一些之前上下游的这样的承包商 还有其他的啊 所有的这种我们叫所谓的stakeholder 都应该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吧 虽然可能很多的这个stakeholder 他事先已经预料到了 说迟早会有这样一天 但是当这天来临的时候 我相信至少在情绪上面 还是会给整个的资本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 那么我想昨天啊 这个港股啊很大的这种调整 恐怕还是说对于恒大的啊 这样的一个消息啊 进行的一些比较及时的反应 那么具体而言说这个清盘令啊 对于啊到底啊有多少是可以在啊 境内啊进行这个清盘的啊 那我也咨询了一些法律上的专家 那么现在来看呢 由于啊中国的房地产 它使用的模式很多都是这种 所谓的项目公司啊 那么项目公司呢 它就意味着说你需要先把这个楼建好 然后把这个项目里边的各个的啊 这个叫各个利益相关方啊 把这些东西解决之后 最后呢才是有股权的那一部分 才可以归属到这个项目公司 也就是所谓的在香港的这个上市公司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可能对于保交楼的实质性的影响 应该说可能不太大啊 我们现在看到啊 大概可能恒大仍然在外边 没有完成的保交楼的 不同的数据统计啊 可能至少也要有几十万套 那么这方面呢 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啊 我们说是在实质上处理的话 应该说是可能对保交楼的影响 能够控制到相对比较小啊 但是从就像我讲的 像在程序的情绪上 那么可能会对一些相关方 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比如说在保交楼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建筑商 其实是他们承担着继续建造这些未完成项目的任务 那么他们跟恒大之间肯定有很多的这种债权债务关系 如果恒大的这个清盘的这个消息啊 这个有些建筑商他看他们怎么来消化 有的可能会受到一定的这样的影响 这个可能是对于保交楼是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那么至于在其他的这些资产 比如说在这个上海啊深圳呢 还有厦门呢 以及包括境外的这些资产 理论上讲呢 在清盘令发布之后 就应该按照他的这个先后的顺序 就逐步的进行清盘 但是现在我们有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些资产在境内 有些资产在境外 那么哪些啊 他能不能让把这个境内的 这个债权人啊 这个持有的这些 持有的资产能够顺利的把两边的进行这个配对 然后最后的把它进行一步一步的清查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知道通常来讲 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多拿到一点 在这个情况下 那么对于境内的啊 这样的这个债权人 可能他相对来讲 对于境内的资产 他控制的就比较快 那么境外的呢 在对于境外的资产 可能控制的相对来讲比较容易 所以这整个这个过程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我想这就需要啊 整个政府啊 特别是国内的这个政府 应该有一定的参与来保证这样的一个 清长的过程顺利的进行 因为这不仅是恒大本身 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 可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那么如果恒大的这个清盘的这个过程 进展的比较顺利啊 那么大家都比较信服啊 中间出现的这种相互间的这种争扰啊 少一点的话 那么也有利于啊 未来可能类似的啊 这样的问题的解决 而且呢 他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先例啊 那么大家可能 对于其他的投资者来讲 他就不会那么慌 如果这个过程搞得不好的话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会对 不仅是对其他的这个 房地产商的投资者而言 甚至对于很多的海外投资者 那么他可能在未来投资 中国的上市公司方面 可能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保留 因为我们知道 对于海外的投资者来讲 他们可能在最后啊 清盘的过程中 他们的利益啊 需要得到一定的这种保障 至少要保障一个公平的 一个相对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清盘过程 所以恒大的这个案例啊 像我所讲的 首先他并不唯一啊 还有类似的啊 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方地产商啊 那么他的这些投资者啊 他的这些债权人 势必会受到这次恒大清盘的 整个过程的一定的影响啊 最后更啊 应该说是一个 在更广的一个层次来讲的话 那么也要看到啊 这一次呢 其实是给整个啊 那海外投资于中国的上市公司 要树立一个榜样吧 那么让海外的投资者 对于啊 中国的这样的上市公司的投资 更有信心 那么也需要整个的这一次的 恒大清盘进展的比较顺利 嗯 确实啊 颇有一些这个指标参考性的 一个意味在里面啊 那另外在外国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由于市场呢 对于美国提前大幅降息的预期 是有所缓和 一月的美会指数 已经上涨近2% 上周五的数据显示呢 美国12月物价温和上涨 年通胀率连续第三个月 保持在3%以下 那么这也强化了今年啊 可能会降息的一个预期 那么一期会议呢 也即将上演 那您认为这一次的会议 储局会采取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表态呢 未来长远来看 您认为美联储方面 又将会采取 怎样的一种方法和节奏 来进行一个 货币政策的放松呢 这次的一席会议 应该说市场上 也没有太大的这个预期啊 普遍认为说 不会降息啊 原因就在于 如果我们看现在 美国的经济的数字来讲的话 无论是从GDP GDP第四季度 达到3.3 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还是从它的这个 通过膨胀数字 那么已经下降到3左右了 这两个数字看来呢 就是说很多人在讨论的 美国的经济软着陆 似乎应该是近在眼前了 当然了 我个人认为说 这种软着陆 现在可能还是出于 没有着陆的这个机会 原因就是 你的经济仍然是非常好 你的这个通胀呢 还是高于你的目标水平 2%这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呢 现在如果说完全 这个美国经济已经无忧 那应该说是 还为时过早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 确实不支持美联储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进行这种降息 这样的操作 特别是 有些人在讲 就是说你应该 尽量的把这个利息 回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那么可能在之前 当美联储升息的过程中 你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正常的 这样的利率空间 然后呢 为未来的这种做货币政策的宽松 来保留一定的这样的距离 所以呢 那个时候可能要正常性的进行加息 把这个利息从零 恢复到百分之二 或者百分之三 这个时候是有理由的 但目前呢 大家讲说我要 这个在降息的过程中 要说立刻的把它恢复到百分之三 或者是恢复到更高一点的水平 但是大家就总觉得理据不足 因为你看的主要是看你的经济 看的你的就业 那你经济就业都很好 为什么要这很快的降息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恐怕这种降息 应该发生在 第一次的降息 恐怕要发生在夏天 或者是六月或者是七月 当然了 还有一个应该说很难讲的 很难预测的这种情景 那么就是说 美国是不是还会出现一些 金融不稳定的现象 我们知道去年的三月份 就出现了地区性银行的 这样的应该说叫危机 是一个小型的金融危机 那么未来会不会美国出现 类似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驱使下 可能它会把这个降息的时间提前 否则的话 照现在的经济这种发展的情况 恐怕很难预期在三月 或者是五月这样的情况下 就开始进行降息的操作 那么总之我觉得这一次 它可能在整个的会议里边 它仍然会保持这一个 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它可能会告诉大家一些好消息 比如说通胀下降了 经济增长还不错 但是对于降息这方面 可能他们仍然会说 我们会看数据 看未来的发展 然后再决定 明白 那我们再看回到内地经济面上 那么内地制造业PMI 也是终于结束了三连跌 国统局也是今天公布了 官方制造业PMI 由上月的49回升到本月的49.2 略低过预期的49.3 连续四个月 处于50以下的收缩区间 那么国统局就表示 这个景气水平已经有所改善 制造业企业的生活活动 生产活动都在加速增长 国内外市场需求都趋向于稳定 一月生产指数是51.3 暗月是升1.1 升至近四个月的高位 而且是连续八个月 处于一个扩张区间 其中新动能和消费品生产活动 明显加快 另外我们看到官方非制造业PMI 也是连续两个月回升 升至50.7 高过预期的50.6 路透方面就认为 制造业扩张仍然还是比较艰难的 那想问一下夏老师 您会怎么来看数据 反映出的当下的经济现状 伴随着货币政策方面的调整 未来是否有机会 进一步扭转这种趋势呢 其实我个人不是担心 在这个供给方面 特别是在这种制造业方面 其实如果我们看生产指数的话 那么我个人认为 中国的这样的制造业的生产 其实一直是比较坚挺的 而且中国制造业的水平 在过去的几年 应该说是出现一个 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提高 无论从电动车呀 还是从这个新能源这样的一些产品 真的是我们可以做出世界级的产品 但是现在更多的我想 大家需要聚焦于这个需求方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看要看订单 我们现在是有很强的制造能力 但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订单 以及海外的出口订单 来支撑我们现在的这个制造业 我觉得现在才是问题的关键 当然我们看到了统计局的这个PMI 应该说是有所扭转 这个是好的消息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 这个建立的基础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经济发展的并不是很好 而且还有我们已经加大了 这个政策的一些刺激 那么未来会不会有持续性的这种发展 那么我想最重要的 就像我说的 还是要看需求方 特别是看这个出口需求 那么现在我看到的数字是说 需求有一定的好转 那么很好 在一月份 当然了一月份通常呢 它的数字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过年 是吧 这个可能会造成扭曲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明白 好的 非常感谢谢老师 在今天早上这一时段 给我们带来一个分析跟解读了 那么这一节财经点评时间也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